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幸运的是你有一台具有卫星通信功能的紧急求救器 你迅速发出求救信号 这个信号穿越大气层 穿越数千公里的太空 最终到达通信卫星 然后被转发到地面的救援中心 于是你得救了 在这个过程中 信号的传播不受地面环境条件的限制 通过卫星这个终极站 只要在可以看到天空的地方 用户终端都可以无障碍地连接于网络 那么是什么让信号能够如此精准地 传播到如此遥远的距离上呢 这离不开我们今天的主角 相控阵天线 在中低轨卫星通信中 卫星相对于地面在飞快地运动 这就需要移动终端上的天线 不断地切换波数的指向 来与卫星进行对准 我们把单个天线呢 比做成一个固定的光源 比如说电灯泡 那么这种可以切换波数指向的天线 就像是手电筒 可以改变光束方向来照亮目标物体 天线改变波数 可以通过机械扫描和电子扫描两种方式 传统的机械扫描天线 缓慢又笨重 而相控阵 以其电子调整的特性表现出色 相控阵天线 顾名思义 相位控制的针列天线 通过调整 针列中每个单元的相位 就可以精准又快速地改变 天线波数的指向 这种灵活性和高效性 使其成为了卫星通信系统的最佳选择 然而相控阵在应用中 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就是当波数小秒角度较大时 增益会显著下降 严重影响信号的传输 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设计了宽平带宽波数的天线单元 以其组成的相控阵的波数 操描范围得到了大幅提升 为卫星通信系统的设计 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技术支持 随着微波技术的不断进步 相控阵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成熟 依托卫星通信 实现全球无线网络覆盖 已经近在咫尺 相信同住一个地球村的美好愿景 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谢谢大家